這場很漂亮 這場就是當晚的主敵賽 黑腹的劉少光對天聖槍槍祭壁 這是第四個回合來的 祭壁打到的回合 體力似乎差了 劉少光的頭兩回合的表現相當好 但是三號回合被祭壁反駁的時候 顯得似乎是比較狼狽一些的 現在就處於劣勢 祭壁不停衝擊 連暗局 我們都沒辦法踢到劉少光的要害 低腳 劉少光硬度的傷害 一拳差不中 劉壁走了出來 走啦 劉壁又入了 左直 走嘛 又踢一下 法力就是這樣 嘗嘗一下 一拳 推兩步出來 又出一腳 又出一腳是第一次打 所以呢 特別點吃力 其實劉少光的情況打到140個 而劉壁是133個 而且高度方面是顯著優勢 劉少光的臂 有些肥血 我們看到瑋瑋靠在繩子裡 至乎是為了這個機會 會氣 祭壁看準 希望有機會成拳 果然沒錯 打中後腦 突然撞了出來 後退 至乎有些血液 有一身 祭壁現在開始玩了 低拳 高拳 高拳 高腳 在右拳 踢中 好 祭壁拿這位置 拿得很漂亮 一拖身中比方 拖到很快 一拖身中比方 拖到很快 同正數 小英是吐氣 同數八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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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繼續比賽 單捕足 祭壁呢 打到現在 因為 體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你看看慢鏡 不斷拎拳擊一個高腳 不如小英手都很用 所以無法踢到太陽 如果腳踢到太陽魚 或者踢到後頸 劉少光可能踏到的機會很高 打到這裏 祭壁已經是這樣 這是最後一個回合 會拉 手放足拳 莫禮 要前撐 想追有救 不敢出 可後捷 要拳牌單捷了無法 捕捉手撇 仍然插捉手撇主動 塞了個拳 時光連出幾個拳 但我們把對方 比制律閃爍 制律閃爍 因為雙方會很重要 勤勤令對方拘捕 這個低拳和高拳 給他打拳的拳很輕 只是擁練對方 但他看準確之後就突然一拳重拳 如果是防不切 可以給他打上去就給他拳 這個低拳打拳也是輕 跟著這個左拳 就給他打上去 眼望下面拳打上去 或者眼望下面拳踢上去 眼神就迷惑對方 劉士光打得很穩 手臂都是這樣 其實雙方博拳 雙方博拳 雙方看這個高度是有點重的分別 劉士光是高很多 劉士光這個會有攻勢力是差了 第2個會合是比較出色很多 而且是出場出腳 打得很激烈 但是他在那裡一拳就是 所以他把拳打上去 沒辦法打到他中 打不到他推開了 就是他這類打法 所以他喜歡慢慢做錯 如果是喜歡沒夠 或者是喜歡沒夠 或者是喜歡沒夠 其實不好 分分會要漂亮 所以他把拳打到他中 沒辦法打到他中 不停出拳 這腳弄得很激烈 但他人已經碎了 他把拳打下去 真是挺難打的 這次他當然是 不至於是慢時間 都不容易出手 不過一體力 打得很難 輸了得相當多 到中了 打完了這場比賽 好好的風格 是一個我一流的人 讓我們看看這場的結果 另外我的看法應該是 製作贏了 讓我們看看 這場只是 靠岡花的一場 讓製作一個小小小的 很喜歡 沒錯 製作贏了這場比賽